微博时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涛 又随意又亮眼 随意其实就是西装 然后里面一个简单的一个婆罗衫 金属亮面的 它是一个很柔软的材质 但是又很舒适又很帅气 同样材质的一个裙装 不失女性的优雅 但是又有一些许的魅力和帅气 Bunello Cucinale品牌和老先生 我们相识十年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其实每年新品发布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很巧妙的心思在里面 你会感受到什么是一个品质的追求 这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欣赏 Bunello Cucinale的感受 我的衣柜里应该说95%以上 都是Bunello Cucinale品牌的服装 看到它每一年的变化 但是又能够留住它每一年的经典 其实我觉得服装是为人而服务的 我们一味地去追求时髦 有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否适合自己 我觉得一个好的服装品牌 它的一个精神内核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它就是服予人 以人为本和给人带来更好 更幸福的一种追求 对时尚的一个理念 和我们对自我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定义 棒球衫啊 毛衣 整体的风格你能够感受到 柔软舒适 非常有形 因为今年它会有一点点扩形 不管是西装大衣 它都会加一点点扩形在里面 让你感觉就是更加的一种随影 我可能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春晚后台呢 是有一个医疗保障的一个团队 也经常会中医扎针 我每一次只要一进台里 第一件事情就冲到我们医生那儿 我说医生医生快帮我把个脉 因为我腰不好 经常错位 我怎么发现每一次我进台里 第一件事就是先让自己复位 我后来跟他们说 我说人家都是去表演去的 我是去复位去的 然后顺带着扎针 我可怀念了 家人朋友们身体要好 只要身体好 一切都会好 好姑娘们 你们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 你们自己去定义 因为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挺想脱单的 我会祝福Bronalo Cucinale 会有更多fans 只要你穿上Bronalo Cucinale 你就会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 你就会真的成为他的粉丝 而且会关注他每一季的新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